嘻嘻嘻 現在去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好 來玩這款 三國召喚 好 有預先註冊啦 那上架時間應該是3月26日 現在今天是3月27日 好 開始召喚 三國召喚 尋找玩家知道幹嘛 為什麼要尋找玩家 不知道耶 玩玩看吧 聲音好像有點小聲 不過是音效比較大聲 所以我在幹嘛 呃 用跑的喔 比賽跑步嗎 他在玩什麼呢 新兵 基礎鍊箱是幹嘛的 基礎鍛鍊箱 他的音樂有點小聲耶 BGM 稍微大聲一點 騎盾 能力值提升的讓我們進行挑戰吧 點擊開始 好 然後又要找6個人 加我6個人 然後咧要跑步囉 怎麼那麼奇怪 沒有 這好像要 跳障礙是不是 然後可以切角度 有兩種角度吧 兩種視野啦 好 第三這樣是不是 三國召喚第三 全自動啊 也不是說什麼社交遊戲 需要自己手動操作什麼的 遊戲的下載一千人喔 一千 呃 昨天我有看到有人發 有人在那邊玩啦 我想說沒關係啦 我各天再玩 因為那個預先註冊有時候 除非他前一天就通知可以下載啦 或是他有宣傳廣告 不然白天我 不太會去玩 不太會開那個模擬器出來玩 這邊有水兵校衛跟騎兵校衛 成名之路 喔 這個是水兵是不是 在水上嗎 是這樣嗎 你看我們這邊用 滑船的比較快 剛剛是用跳跳跳 然後跳跳跳的時候 你就會跟他們戰鬥喔 跟他們戰鬥你就要花時間 好 也就是說這個可能就是 你要策略啦 你要派你的兵種 來克制那個地形什麼的 下四喔 前96%的玩家 難道說大家都棄坑了 打開來一看不喜歡玩就移除了 連入坑都沒入 大魚啊 大魚那個治水 山過家門的不入 下載遊戲然後就直接移除了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我的觀眾嘛 觀眾你看到這個影片之後你可能 有興趣就去下載來玩 沒興趣你就PASS了 我們就試玩嘛對不對 黃月鷹成章禮包160 那研究一下吧研究一下 我是三國哈姆啊 三國招吧 我改哈姆 我跟完民視成功 這邊都100%了 不過我覺得蠻小聲的啦 對換碼啦 然後語言啦 這可能是體力吧 遊玩次數的體力吧 我在想5分之5 然後這是成章禮包嘛 這個也是戰力禮包入門的 然後要贏兩局再給開寶箱 商店吧 商店有免費的 這個完全沒有戰鬥吧 我感覺沒有什麼戰鬥 然後我們現在 三十六分之三 好這個三國武將啊 大家都很熟啊 有沒有養成啊 就這樣而已嗎 他的養成就這樣喔 沒有其他東西 他優勢是水嘛 你們看 優勢是騎 然後他還是騎兵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喔 史詩蜀國 再兩次騎驅斷 這是他的技能吧 然後這一關是什麼 我不知道耶 這邊有騎水 騎水 騎水 那我可能是先騎是不是 我們試試看吧 對啊 他就是有騎兵 然後有水 水的地形啦 有水跟騎 騎的話我們就騎嘛 到水的時候我們就用跳的 我們就輸了 然後再衝 再衝 再衝再衝 我現在第一名啦 畢竟我是黃月鷹嘛對不對 目前都是跟MPC玩吧我在想 怎麼那麼大聲 背景音樂會小聲的 背景的那個音樂有點小聲 然後這個 音效有點大聲 繼續繼續繼續 主線積分 一樣 騎水 對騎水 起 咱們繼續吧 這個應該是我rank排名吧 160 我們可以這樣子 讓看 這個玩法第一次遇到耶 第一次 第一次看到這種玩法 以前類似這種就是賽馬娘啊 賽馬娘也是跑步啊 對不對 我又加50分了 我的那個排名rank又加50分了 輸的好像會扣一點點分數啦 等一下rank rank到後可以開寶箱 拿寶箱 或者這些角色碎片啊 武將啊 還有這個金幣啊 剛剛那個在哪裡啊是不是 對啊 這個就剛解鎖了啊 可以在寶箱中找到這些武將 好我們返回 我們可以開 開的話需要時間啊 肯定需要時間 很久吧 3小時有過久 那你馬上打開你就需要花這個鑽石啊 沒有鑽石就是花台幣啊 不然就等3個小時 好沒辦法 這個就是這樣子的遊戲啊 呃這個可以再升級嗎 不行還差一個碎片 哇水然後這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用草紅吧 好不好他可能推薦草紅吧我在想 水比較多耶 水比較多耶 一開始有船啊 然後之後就沒有了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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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有障礙物耶 不過影響不大 目前還是可以輕鬆第一啊 我覺得這遊戲是單機遊戲啊 就是那些玩家是AI啦 應該是AI而已啊 就機器人而已啊 玩家帳號的機器人吧 好解鎖 然後我 再一下再一下 再一次再一次 這個等級也會提升耶 我們現在已經3級了 你看他們都只是一般教會而已啊 不是我這種武將啊 他們只是雜魚啊 那我比較不清楚這個 我一直一直這樣跑 一直這樣跑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東西啊 就養這些卡牌嗎 還是有有什麼什麼其他的目的 還是只是在一直增排名這樣 好一直養成吧 小型寶箱又來了 反正我也沒時間開啊 我也沒鑽石 好 第三 第三層 第三層 這邊是第三關 又要歡迎禮包了 這個還差一場 我剛剛這個不是可以穿 用嗎 我剛剛一開始好像有耶 就是好像我機場有拿到一些東西 然後可以 撕掉還是什麼的 倒數忘了 倒數忘了 那功能在哪裡啊 不知道 這個是公告是不是 今天是3月27 不過這好像 怎麼寫3月28啊 這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才預先注射的剛發佈而已啊 我再看這個 我再看這個有沒有什麼其他養成的東西 譬如說這個 好像沒有耶 沒有什麼其他養成的東西 好再玩一關吧 哇哇這個是怎樣 這個地形 他推薦是這三個 但是這個沒有 盾兵是不是 這邊有他適合的這個 就是我們就寄兵嘛 隨兵嘛 這邊還有盾的 這邊還有刀的 那我們就用這個吧 哇哦 他們會 跳懸崖 跳懸崖要幹嘛 哦哦 鑽鑽 鑽鑽鑽鑽 好嘞 我們就掉下去了 鑽鑽鑽 開這個 戰車嗎 哎呀我掉了我掉了我掉了 哎哎哎哎哎哎 還在第一名 哎呦我掉下去了 好第一例 又是寶箱又是寶箱 沒意思的寶箱 好第四層 有寄兵 西游 哦西游這個沒辦法 我沒辦法 你要等 等等等等等等 好我們最後一關吧 我們最後一關 他這邊有推薦嘛 黃月音 兩次 可以在第二次的時候 他會 長距招出作息 加速衝刺 他技能吧 公主女生普敏 好像寄兵跟水 水軍 我黃月音嘛 所以是11領先 11領先 某個手機品牌 11領先 11領先 前陣子的 去年的新聞 好那我們就試玩到這邊吧 那後面有沒有其他 更好玩的玩法 我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如果是只有這樣的玩法 會比較單一 就是 就是養成這些角色卡牌 然後派他們來戰鬥 他們也不是戰鬥 就好像比賽賽馬這樣 賽跑這樣 看誰先抵達重點 然後一直爬分這樣子 目前是這樣 然後之後我就不知道了 好我們跑完這一場吧 跑完這一場吧 可不可以跳過 沒有跳過功能 啥都沒有 啥都沒有 也沒有什麼技能可以放啊 都沒有 這遊戲 創新玩法 但是創新玩法 它有可能會失敗 你如果是抄襲別人的玩法 它就是那樣 那你創新有時候就比較難成功 你又要開發新玩法的話 就會這樣 好 這個可以升了 哎唷 立即攻啊 我就沒有啊 這個應該是佳能力值的 然後那個 我們的任務 主線積分 可以一直往上爬就對了 哇 這麼多 這要爬到什麼時候咧 哇 這麼多耶 好 我們就回到這邊啦 我是HA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